可能他也沒有在讀吧 來 這個舊約 摩西五經加上歷史書 然後這個是補充 這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來 那我們講初埃及 現在再講初埃及記 初埃及記 一章到十三章還在埃及 到十三章到十八章就開始初埃及 到第十九章就到西南山了 在西南山以後就停下來 一停就停了聖經五十七章 初埃及記的二十章到四十章 立位記二十七章 民宿記第十章 才開始離開西南山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都一直在西南山 都沒有移動 那在這邊 在這邊 西南山這邊幹什麼呢 在這邊就是頒布戒命 頒布戒命 然後頒布戒命 又打碎 打碎以後又重新 所以現在就是在講這些 在講這個戒命 戒命包括道德力 民法跟宗教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會墓 那我把它整理起來 這個會墓又叫做帳墓 叫做聖所 叫做耶路瓦的帳墓 叫做神殿 他是長得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每次到一個地方以後 他們就要帳墓弄出來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圍起來 這個整個叫做帳墓 或叫做會墓 這邊叫做外院 這邊叫做內院 就把它分開來了 外院跟內院 然後外院裡面呢 就是包括兩個東西 一個是祭壇 一個是洗濁盆 兩個 然後內院呢 這裡面有一個聖所 一個智聖所 然後智聖所裡面呢 就是約櫃 那聖所裡面呢 有香爐 陳設桌 建燈塔 就是這樣子 所以每次他一個壁王 就會弄這個會墓 會墓就是這樣子 裡面的東西就是這些 這幾幾就是這樣 好 那 所以整個會墓呢 從那個智聖所裡面 就是一個約櫃 那聖所呢 有三個東西 一個是香爐 一個是陳設桌 一個是建燈塔 那外院呢 有兩個東西 一個洗濁盆 一個洗濁盆 你那個字可能消掉了 好 洗濁盆跟一個童祭壇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下 那個會墓包括內院跟外院對不對 外院裡面有什麼東西 外院 洗濁盆 洗濁盆 跟祭壇 那內院包括兩個 一個是什麼 聖所 一個是聖所 聖所 聖所裡面有什麼東西 圓櫃 那聖所裡面呢 香爐 陳設桌 就是這樣 好 好 所以你就可以給他看 從這邊 四聖所裡面 有一個約櫃 聖所裡面呢 有三個 然後呢 外面裡面有兩個 這 就是會墓的東西 然後呢 現在以色列呢 他會帶你到一個地方 一個沙漠的地方 它裡面就是 就是弄這個 魔形 那個魔形 所以你們就知道 當之後會墓就是這種情況 好 然後呢 裡面也講到祭司的 他的內袍外袍啊 冠冕啊 腰帶啦 以佛 以佛德啦 胸牌啦 就是這個 當時候大祭司 就是要穿這樣子 從冠冕金牌開始 這邊有個胸牌 這一件 叫做以佛德 然後那個 外袍啊 內袍啊 就是這樣子 大祭司 那這個就是他的胸牌 那大祭司 每年 有一天 要穿這樣子 就是進去 聖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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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到這個胸牌這邊呢 裡面有兩個石頭 一個是烏臉 一個是土臉 好 那接下去呢 上帝就跟他講 你要找兩個人 那兩個人要出來 他是一個巧匠 他會跟你們做很多東西 然後呢 要 還是要守安息日 然後就把那個 十戒 就寫在兩個石板給他 就是第三十一章 叫他去找這兩個人 毗薩蕾跟彼雅伯這兩個人 是巧匠 會做很多東西 然後呢 你們要守安息日 然後呢 就把兩塊石板給他 耶和華在西南山 講完的話 就把兩塊石板給他 好 那 接下去呢 三十二章跟三十三章 這兩塊石板 上帝才給他而已 一下去呢 就把他摔破了 就是 為什麼 因為他們弄了一個金鈕 他們弄了一個金鈕 所以 摩西把那兩塊石板摔破了 好 那個 百姓呢 在底下 因為 摩西在上面四十天了 四十天還沒有下來 所以百姓就說 那 摩西到底怎麼了 他們要去找亞倫 他說 那個摩西帶我們來 但是在已經不見了四十天 你幫我們做一個神像好不好 他可以帶我們 摩西已經不見了嘛 你用神像 來帶我們往前走好不好 那 亞倫就說 來 把這個金鈕通通拿下來 然後 就做了一個金鈕 那 這個是一個觀念 OK 他們想想 你想想看 如果 請一個 你們要叫神 摩西不見了嘛 你們如果要神來帶你 你人就不能夠看神了 那怎麼辦 看神的作息總可以吧 對不對 如果這個神是坐在這個牛上面 但不能夠看到神啊 所以他們就做牛 就是這個觀念 所以他們就做一個神像 好 那亞倫就說 你看啊 這就是要帶你們出埃及的神 為什麼 因為埃及他們本來也有神 埃及的神就是這個阿匹斯 所以他們就做一個更加類似的 那他們拜著神 那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觀念 你看不到神嘛 但是你總可以看到祂坐起吧 你站在這裡就 就沒有拜神就拜這個女神 好 好 那 撒利就說 給耶穆 耶穆跟摩西說 這個百姓很硬的舉象 我要把他們魅絕 然後讓你的獲益成為大婆就好 但是摩西要嗎 摩西不要 摩西跟他求選 不要啦 你不要把這些百姓帶出來以後 在半徒又把他殺掉啦 不要啦 好 所以上帝就 霍為 他的霍為 就一直改變 改變就好 那就不要了 沒關係啦 好 那就下去了 那下去的時候 然後 耶穆也說 怎麼彎底下好像有戰爭的聲音呢 摩西說 不是 那不是 不是戰爭的 是在唱歌的聲音 因為他們做到了神像以後 就在那邊拜 在那邊跳舞 那個 摩西一靠近以後 看見那個牛 金牛 又看見那個跳舞 就把那個兩塊石板就摔坡了 然後呢 又 用那個牛 把他 這個牛就把它燒掉 燒掉 那個抹粉 抹粉以後 他就丟到水裡 叫一聲人去喝 叫人去喝 那個 那個 金像熔掉那個粉 然後呢 亞綸說 他就問亞綸 亞綸說 沒有辦法啊 我就叫他 把那個 金黃拿出來 啊 我就溜下去 他就牛又跑出來了 這個 這個 說小鬼 所以你知道嗎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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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上天很不高興 聖靈記第九章二十節 耶穆華向亞綸發怒 本來要把他 滅掉的 本來 上帝 這個時候是要把亞綸滅掉的 在後 後面聖靈記有提到 但是摩西有替他求錢 好 那 那 摩西就說 來 現在還屬於耶穆 通通過來 結果立位之派 立位之派的人 通通過來了 所以呢 後來 你看喔 十二次派 立位之派 他的後代 這裡 暗然的兒子就是 亞綸跟摩西 所以立位之派的後代 後代裡面的 亞綸的後代 通通當什麼 當祭司 亞綸 那其他立位之派的人 這些一大堆 包括摩西斯 一大堆的人 後來就做什麼 就是立位的人 所以你們知道 那個 祭司 就是 亞綸的後代 叫做祭司 那其他這些立位之派的人 通通叫做立位的人 以後就是在聖殿古事的 就這樣來的 好 那 摩西 甚至 那個 上映就是要把 那些 以聖殿古滅掉 那 摩西又再一次求全 他說不然這樣子 你肯 你肯 你肯勝了他們的罪 不然 連我的名字也塗掉好了 你們看到摩西 跟他的那個 他的同胞錢 好 那 就叫他繼續待 摩西 摩西 上映叫 摩西繼續待你 他說我要拆遣 使者在你前面 但是我自己不跟你去的 上映跟他講 你又帶他去 但是你會不會讓他去 你去吧 摩西就說不行 你一定要讓我去 所以上映就說好 我必親自於你統訓 這一段 我在講那個 摩西跟上帝 在那邊 打架玩架 然後摩西就說 不然你 那些 榮耀給我看 然後呢 上帝就跟他講 你不能看見我的面 因為人 看到我的面就 我們人不能夠看到神 看到我們面對面的話 就死掉了 所以這樣子好了 我的榮耀 你叫我榮耀給你看啊 沒有關係 我榮耀經過的時候 我會把你放在那個盤石裡面 那我手把你遮住 那我走過去以後 我手拿開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部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部 那這樣你就不會死掉了 因為他 摩西跟上帝要求 你一定要看我裡面的榮耀 所以上帝就跟他講這樣子 好 那接下去我們會讀到34章 他就第三章 上帝就叫摩西 那個失敗已經打破了 你再拿兩個失敗 你再做兩個失敗 來 我要把這個上面 這個字要再寫一次給你 然後耶穌瓦宣告 他的三個俗信 就是這段 我們一起念好不好 來 耶穌瓦 耶穌瓦是有為民 有恩的神 不輕易發怒 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為千萬人存有慈愛 赦免罪內過萬和罪惡 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必追討他的罪 至負至職 直到三個時代 就耶穌瓦的屬性 然後耶穌瓦說來 我跟你們立約 進去那個地方以後 你們要跟這些人 要這樣子 不可以跟他們 當地的居民立約 要是拆毀他們的祭壇 不可拜他們的偶像 不可跟他們通婚 要是所談行事 好 那 這個摩西在山上 跟耶穌瓦一起四十天 結果要下來的時候 要下來的時候 他的聖經寫說 就花了光 花光 你看 所以這個有世界名化就 這樣子 花光 但是 聽說那個 這個花光的原文啊 是腳 是腳 發腳就對了 不是發腳喔 所以 這個是我們現在去 那個意大利的時候先看的 米克拉基羅 標的那個十項 摩 這叫做摩西項 你注意看他的走喔 是嗎 然後趕 對不對 所以當時候他們去看原文 他們認為摩西從山上下來的時候 就發腳 然後趕 所以這個是那個米克拉基羅的那個 這個摩西項 好 這裡回去又一直到這個指示 來 貝金文 來